中国安利的最后一团今天上午来到日月谈 团员们对于台湾的东西都非常有兴趣 在商店采购时大家也观察到了 第一团比较豪气 第九团看起来精打细算 他们最喜欢原住民周边的商品 而中国安利九T次总共一万两千人在台湾旅游 光是消费买特产就花了一亿六千万 好 这数字可以提供给你更进一步的讯息 我们看到他们自己的统计出炉 安利这酒团最喜欢吃什么呢 喜欢吃台湾的奶油螃蟹 光是花莲麻糬吃掉了四十四万粒鹅阿酸 七千份泡泡冰六千杯 还有十一万碗的鹅阿米酸 非常的惊人 好 那么这一次呢 九个T次他们总共替台湾带进一点六亿元的收入 同时也针对最爱吃的小吃 进行了调查跟排行 面线一碗一碗的摇 老板的手忙个不停 大陆克最爱这一位 不只面线路客爱不释手 根据调查路客来台最爱的夜市小吃 第一名是奶油螃蟹 红豆汤和猪脚 著名的珍珠奶茶则调到第八名 出乎意料 最爱喝的饮品是乌龙茶和小米酒 马拉桑 最受欢迎的景点是南投的日月潭和中台蚕寺 以及花莲太鲁阁 最想去的地方则是阿里山 他们如果有遗憾的话是还没有来过阿里山 还没有去到阿里山 所以我相信如果下次再来阿里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安利团在台消费金额最高的地方就是信义商圈 估计花费金额超过五千五百万元 名牌精品通通都是下手目标 而台北故宫贩售的翠玉白菜纪念食品卖出一万一千个 相当是人手一个 每一梯都会买一些东西 上一次我们已经有回去过 已经拉了那个行李箱是两大箱都带不回去 然后这一次又买了好多 路团消费力果然惊人 花莲名产麻吉卖出四十四万粒 基隆庙口小吃额阿尖七千盘 上万名路客带回满满的回忆和纪念品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还说想要重游台湾 这对两岸旅游来说是个指标性的调查 中年新闻周大祥叶娇文台中采访报道